退避三射 运动真舒服,怪不得人们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呢 咦,你真奇怪,连人都向前跑,怎么你边边往后跑啊,不怕摔跤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倒着跑对身体有好处啊 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不要太羡慕哦 其实,这倒着跑步和退避三射的道理有一些相似啊 退避三射,什么来头的了,说来听听啊 春秋战国时期,重尔在外流浪了许多年,过得很辛苦 楚城王却对他很客气,并没有嫌弃他 如果有一天你回晋国当上国君,你说你该怎么报答我呢 再怎么说,我请你吃了顿饭,我这也不纯粹是慈善机构啊 大王,你太贪心了吧,美女珠宝,你要啥没有啊 我能有什么特别的礼物给特别的你啊,要不这样,我也请你吃饭行不 这么没创意,亏我这么看好你 嗯,我想到了,为了不让你失望,我设想了一下,万一有一天我们两个国家打仗了 我一定叫我手下的军队先退后九十里,怎么样,这个够特别了吧 好,哎,你真是个大好人 四年后,崇尔真的当了国君 发达了,美梦成真了 不久,楚和晋国真的打起仗了 千万,大家不要激动,听我说 现在是诚信社会 有承诺就要兑现 如果有承诺而没有兑现 那对方也就会不爽 而如果对方不爽,那他也不会兑现承诺 就会导致更多的人不兑现承诺 而更多的人不兑现承诺,就会使社会诚信下降 所以,当年我答应楚王要后退九十里的 现在就要兑现承诺 全军后退九十里 也许是楚城王有点健忘 把崇尔的承诺忘记了 他大意的以为对方胆怯才撤的兵的 所以全军前进时 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我也不想那么容易就成功啊 看来做人要低调 退避三射这个成语 来比喻对人让步或有所回避 以避免冲突 射是一个量词 古诗行军以三十里为射 三射即九十里 明白了吧 其实啊 这就和古人说的以退为进一样 退也是另一种处事方式呢